人人愛趣KTV 你最愛唱什麼歌 你曾有過什麼尷尬的經驗 今天新兵KTV 要跟您分享他們最下的趣事 美鳳哥 美鳳哥 你的歌 美鳳哥 快 好好唱 把男人的心情撐出來 沒問題 加油 GO 謝謝 我們現在三個也辦這 幹嘛 乾杯乾杯 前奏才剛剛想起 就有人哭紅了眼睛 唱著他們的冰淨曲 對不起 點了你的傷心過去 一堆阿賓歌 放假不回家 十幾個關在KTV 唱著青春 水風月去的回憶 說著念頭 還有什麼讓我們動心 男人歌 唱給誰來聽 下一首 有沒有你心情 我和你晚點 在無人的街 是等工作 一次要訪 strict 按照 過 我等逐 有抑出 你在哪 provide 你相 flu 是那首歌 是唱了他自己 男人歌 原來 唱的都是不敢說的的信心 我唱一下我也會 你也會啊 真的啊 對 艾成要唱啊 艾成要唱啊 你要唱歌 這首歌剛剛已經唱過了 幹嘛唱歌 對啦 不好意思啦 我們啦 現在啦 對啊 歡迎來到 歡迎我們的男人來賓 明雄哥 好 歡迎明雄哥 我們明日之星的張艾文 謝謝 還有一直英文不散的艾成 艾成 艾成 你真的死心不改耶 我想說難得KTV這一集 一定要跟我唱一下 你不要說難得KTV 你每次去KTV都是這樣 別人在唱的歌 你懂是要插出來唱 他永遠手上就是有麥克風 永遠都是有他的聲音 很奇怪 而且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些人裡面 不是只有艾成喜歡KTV 大家都很喜歡去KTV 對 我剛剛唱的時候 他突然走出來這樣 欸 這是誰啊 對啊 事實上不出來的 而且他穿這樣子 想說怎麼趴歌的也是來啦 又是像艾成 又不像艾成 對啊 那你覺得他像是誰啊 是誰 明雄是 欸 郝邵維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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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變胖了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對啊 好恐怖 不是怎麼吃的啊 可是他的歌聲都還是沒有變 還是很棒 對 他當變這麼涼喔 你火房了對不對 不要再躲了 好啦好啦 不要聊他啦 有時候我們在KTV 其實啊 常常會敘敘舊 就像我們現在在新兵KTV一樣 常常會遇到一些老朋友 有時候他可能變腫啦 變瘦啦 其實會遇到很多啦 很多趣味的事情 太多了 太多了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呢 在KTV裡面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趣事 看一下 第一個 在KTV喝醉上到天堂 這是誰啊 不可以這樣子喝啊 我覺得這一句話啊 我常常聽到艾成在講啊 艾成 你每天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你每次唱首歌 我覺得唱這首歌 讓我上天堂啦 我跟你講啦 只要人一到KTV 都是感覺在天堂 以前我跟艾成是同事啊 真的啊 在HUB連唱 他練歌都進去這個KTV裡面 什麼貴的那個有沒有 他把他當家啊 裡面他有他的牙刷 跟洗臉都在裡面 他住在裡面啦 那附丁那一間 哇 真的 真的很棒啊 一定要的啊 那我想 你剛剛講到說 那個唱歌可以讓你上天堂 對 所以這是不是你啊 這應該是我吧 這是你嗎 你確定是你嗎 這個其實不是我耶 這不是你啊 這不是我 那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誰 是我啊 你說人就能認識 白癡啊 那為什麼喝醉你會上天堂 不是啊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有過30歲生日的事嘛 那我的朋友就是都跟我講說 30歲是小壽啊 我說為什麼30歲是小壽 他說 你有辦法活到60歲嗎 我想一想 好像怕不可能啊 所以我就想說 那30怕不可能啊 我們就30歲就要一個小壽辦一下 結果我記得那天 那天我的生日30歲啊 去KTV15分鐘以後 我就 我的記憶只有15分鐘啊 哇塞 我一進去 大家就說30歲啊 恭喜你恭喜你啊 這是你的禮物什麼啊 謝謝 然後就喝喝喝喝喝 我不知道就 突然進入了一陣白茫茫的煙霧 那你有看到天使嗎 喔 不只是天使啊 那有看到什麼 我後來看他有 然後可是這個天使很奇怪 他身上是有一個 阿龐知道醉茫茫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